五国禁宿华兵国手黄玉庭 在冬奥训练期间穿中国队服 还po上IG引发争议 北京冬奥比赛落幕 行政院19号宣布 将针对黄玉庭不当言行 进行调查 总统府也发布新闻稿 表示支持行政院采取必要调查 及处分 国家代表队成员代表国家出赛 不应有任何损害国家荣誉之争议严刑 但如何惩处 冬奥代表团也坦言 即使行前都会提醒选手注意严刑 但确实没有明确罚则 像金药的部分 那他假如说因为金药被查处出来的话 被查出来的话 那么他整个资格都会被取消 都还国立以后 我们才能够开检讨会议 所以我算一算 应该是到过3月底4月初 依照网例 2016年里约奥运 举重女将林子齐设计使用禁药 被我国代表团取消国手资格 并直接遣返 此后竞赛两年 不过对于言行规范 并没有法律可依循 至于如果取消国手资格 黄玉廷过去曾领的国家补助 也因不宿集既往原则 恐怕无法追回 提示署透露光是去年 黄玉廷已领超过百万元补助 华兵协会也表示 黄玉廷今年的补助都尚未进行 不能再有下一个黄玉廷 我们也不希望再让民意炸锅之后 政府骗寻不着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闹出轩然大波 黄玉廷也在赛后飞往美国 沿湖城 不参加北京冬奥闭幕式 掌棋官将由台湾滑雪小将李文仪担任 身为国首确损及国家尊严 政府亡羊补牢将提出明文规范